Touch ID 真的都沒有了 近期網路就出現了 iPhone 16跟iPhone 16 Pro的 金屬的模具的間諜罩 接下來就是要登場iPad Pro iPad Air會有新增12.9吋的版本 會有一個Apple Watch X的紀念版 你期待嗎? 到了Tin哥 又到了這個月的 蘋果每月一報時間 沒有錯 我們一個月會有蘋果每月一報 一直報到8月 所以每月一報 會把最新的相關的消息 第一次分給大家 原本在今年上半年 還有春季的時候就覺得 M3的MacBook Air 登場了後 接下來就是要登場iPad Pro 結果從3月 然後一直傳到4月 然後現在要傳到了5月 還會再發表 Apple Pencil的最新款 我覺得最大量的就是Apple Pencil 一定會很厲害 主要的中階的iPad Air 會有新增12.9吋的版本 那到底這次iPad Pro 升級有哪一些的 大家有傳出來的部分 來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的11吋的iPad Pro 其實是 5年沒有升級過的LED面板 那12.9吋的iPad Pro 曾是2021年換上的mini LED 但是它傳聞的新一代的 並不是統一都用mini LED的 而是兩個 它會更新到OLED的面板 提升了顯色效果 解決了mini LED的一些問題 這次蘋果首次使用的大尺寸的OLED面板 但是12.9吋的iPad Pro 有可能的螢幕大小 可能增加到13吋 好 當然搭載就是M3的晶片 提升效能 最後機身 他們說有可能會更輕薄 它因為搭載OLED面板的關係 會讓機身下壓到只有5公里的厚度而已 有些人說到時候它的耐彎 耐折性 是不是會讓大家也會緊張一下 另外呢 它在短邊 它FaceTime的鏡頭 也可能會移到長的這一邊上 那就會跟之前 第10代的iPad 就一模一樣了 還有新的配件 然後就是Magic Keyboard 因為目前的Magic Keyboard 感覺比較像超貨的保護套 但是新款的組合起來 就會讓你感覺更像有平電 還有MagSafe的支援 到底iPad Pro它換新款 會不會有新的價格 這個我覺得大家還可以期待一下 但我認為應該是會比較貴 另外一個容量的問題 大家說 有可能這次會移除128區 可是會新增加最高等級容量 我覺得還是有點太高了 我覺得2TB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再來就是大家傳 一直在傳 Apple Watch X到底有沒有 因為其實從2015年問世以後 到今年剛好10週年 有消息就是說 其實蘋果會針對Apple Watch重新設計 就有點像是之前的iPhone模式一樣 會有一個Apple Watch X的紀念版 有可能是今年或是明年 會正式推出 其實這外媒 每個人都說 這個是一個大改版的 一個蘋果的手錶 最美一代的Apple Watch 總體而言 其實就是Apple Watch X的厚度 減薄了10到15% 鏡面的邊框部分也變得更窄 而且移植的Apple Watch Ultra的動作按鈕 錶帶部分 其實它也有更動 也就是說改成磁吸式的 意思是你之前的機型 是不能相容的 另外它也換上了Micro LED的螢幕 它具有高對比度 廣色域 然後亮度 還有快速的反應時間 顯示的顏色其實會更顯眼 也會更準確 也是比OLED更具優勢 所以它的壽命更長 也不會有烙印的問題 但是到底有沒有把這個搭載進去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它也正在測試 有一款對角線長度為2.1英吋的顯示面板 會有一個多款的尺寸 那也有分析師講說 它是開發1.89英吋 然後還有跟2.04英吋的顯示器的尺寸 也就是說 蘋果有可能在Apple Watch X 會用全新的錶殼的尺寸 那螢幕的邊框會來得更窄 顯示畫面就會來更大了 再來就講iPhone 那講iPhone 16之前 一定要講一下iPhone SE的第四代 那因為一堆人都說 到底會不會有 根據這些分析師 外媒綜合報導起來 他們說 iPhone SE的第四代 最快上市時間 是2024年下半年 或2025年的年初 我個人是壓2025年的年初 也有人會說到2026年 不過呢 目前蘋果配件商都已經拿到模具了 已經開始在生產iPhone SE的第四代 保護殼保護貼了 所以呢 也有可能會提前在今年 2024年就會發表新機 那到底呢 它有哪些的規格重點 包含第一個 從目前CAD顯示圖的流出顯示 採用扁平邊框造型 而且跳過iPhone 11 或舊款的圓潤的機身 相較於前一代的 SE第三代的 4.7吋的螢幕 它才有6.1吋的OLED全螢幕 它外觀會有一個全線設計 變化會來得更明顯 然後這個外面有說 它外型其實會採用 像iPhone 13、iPhone 14的機身相似 也會驗證像iPhone SE的第四代 會沿用iPhone 13的機身 去做一個設計的改變 那另外呢 它也會配備Face ID的臉部辨識 那從它模具 目前看得出來 一樣單鏡頭 但它單鏡頭會升至到4800萬畫素 也就是說呢 好處是 因為之前的那個畫素是1200萬畫素 他們加入一個新的一個鏡頭模組 用這個鏡頭模組去包覆鏡頭 閃光燈還有那個麥克風 另外呢 它也會支援到兩倍的光學變焦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它已經移除了那個主螢幕的那個實體的 HOME的指紋辨識鍵了 這個移除了 你是不是很傷心導演 把它光變6.1吋我就很傷心了 因為導演是很喜歡小尺寸的 但是呢 Touch ID好像正式就會在iPhone 真的都沒有了 再來呢會搭配USB-C的這個結果 我覺得這個絕對沒有疑問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很多的手機啊 像平板啊 全部都USB-C了 所以我覺得呢 預期會跟iPhone15 用相同的USB-C的連接器的模組 再來它會採用A16的仿生晶片 採用前一代的處理器 那另外呢還是有一個傳統的靜音鍵的開關 那這個地方呢 它是沒有去改變的 也沒有所謂的動作按鈕 然後電池容量呢也會提升 續航力呢會更長 因為iPhone SE的第三代呢 它的電池容量是2018mAh 那有消息就是說 SE的第四代呢 它會提升到3279mAh的那個電力 也就是說增幅以後呢 提升了62% 它的續航力就會增加 那也有可能會用蘋果自家的5G晶片 那這個部分還是要看到發表會 才會知道答案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iPhone12 其實呢 在發表會前的幾個月呢 就會有什麼 iPhone16模具就出現了 近期網路就出現了 iPhone16跟iPhone16 Pro的 金屬的模具的間諜照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四款iPhone16系列的 最終的外觀設計 通常有模具 意思是什麼呢 蘋果呢已經完成產品設計驗證的工作 接下來要進入什麼生產驗證的測試階段 各個零件啊 模具啊都會被製造出來 也就是包含外殼的模具 簡單來講就是 你可以看到新款iPhone的外觀設計 跟規格呢 應該去已經完全定案了 所以要有一個調整的 其實這個機率已經不高 所以我們可以從模具裡面去看得到 它有幾個變化 包含了那個基本版的iPhone16外觀的主要的亮點 就是它用什麼 垂直鏡頭 全系列全速搭載的動作按鈕 那你可以看到在電源鍵下方 搭載了拍照按鈕 那拍攝按鈕呢 它主要功用就是 它可以讓你很輕鬆的 透過滑動或是按壓 啟用拍照啊錄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尺寸不一樣 iPhone16跟iPhone16 Plus 維持6.1吋跟6.7吋 旗艦的16 Pro跟16 Pro Max 增大0.2吋 也就是說分別為6.3吋跟6.9吋 同時呢 蘋果也會替iPhone16 Pro的鈦金屬 採用新的陽機處理跟染色的一個技術 再來就是有A18的晶片 然後8G RAM 會有全新的AI功能 還有什麼 支援Wi-Fi 6E 充電部分會採用堆疊式電池設計 也就是說iPhone16電池容量會增加6% iPhone16 Plus 它反而減少了9% 但在充電部分會全面升級 有可能會提高到 40W的有線充電 就是快充 然後還有20W的MacSafe的無線充電 那AI功能當然是今年 我覺得很大一個重點 在iOS 18上面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WWDC發表以後 我們大概就可以全部可以看得到說 到底它的AI 架放到哪些地方 那最後呢當然就是 顏色的部分 開始會用一個 新的注射一個玻璃技術 所以會有全新的四款的 太金屬的一個色調 有可能會讓你感受會很不一樣 iPhone16的系列呢 會有七種顏色 兩款會有全新的色澤 會有白色 黑色 藍色 綠色 粉紅色 紫色跟黃色 那16呢它的兩款 白色跟紫色呢 其實這兩款新色呢 應該呢也是大家 會很喜歡這顏色 那最後呢 很多人說我對Pro沒興趣 你用16不ok 16可以 好啦講了這麼多 你期待嗎 我們現在是 4月的梅月一報 接下來是什麼 5月梅月一報 就5月底 那我們就下個月的蘋果梅月一報見 拜拜 我會不相信 我會不會拍拆 你得到分配 謝謝 謝謝 小鈴鐺 小鈴鐺 嘉然 在家裡 小鈴鐺 小鈴鐺